大哥 大哥在這裡 他出來了 學校外 遠景和監理站人員 發現前方一輛紅色轎車 相當可疑 你說你坐在這台車啊 那聯絡到車主嗎 你知道車主嗎 也不知道耶 後座兩名學生 匆忙下車 遠景上前詢問駕駛身份 這台車已經註銷了 註銷了 車牌註銷了 你去檢驗啦 就註銷啦 你不要哈啦 25歲流行駕駛 自稱非車主 還說載的兩名學生是他的朋友 但被問到細節又答不出來 遠景認為案情不單純 這是我朋友啊 朋友 你知道他們的全名嗎 一個叫阿凱 因為我都叫暱程而已 遠景轉身詢問 車上兩名學生 他們坦承搭乘的是白牌車 從苗栗火車站到苗栗農工 車資總共一百塊錢 給司機多少錢 一百 一百 兩個人一百 還是各一百 駕駛違法開白牌車 依法將開罰十萬塊 離譜的是 叫車牌照早已遭註銷 警方一並舉發當場查扣汽車牌照 白牌車的違規的話 是十萬塊以上到2500萬 那他是個人的話 那就是十萬塊 為了賺一百塊錢 駕駛車上十萬元罰單 但學生冒險搭白牌車 萬一發生事故 恐怕求償無門 千萬別拿生命開玩笑 記者彭志明廉家慶王百一苗栗採訪報導 接下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他呢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